而24号新城乡下午发生的火灾汗事 造成两名林姓兄妹送医不治 而同住的淑公以及二楼55岁的张姓女租客重伤 目前仍在慈激医院家户病房抢救中 而华林县长徐宗蔚还有秀林厢长王玫瑰 以及景美村村长田广增 还有社会处副处长黄淑仪等人 文讯前往探视慰问 现在许专案25号上午亲自到访 致上慰问金与岁生气的关怀 同位母亲的姓长许专会特别能够感受到 失去自爱孩童的痛楚 她除了给予冲难家属最温暖的拥抱 也期盼家属能够尽早走出伤痛 欢迎政府每户受灾户家庭发放1万元 专案慰问金对中上者提供2万元慰问金 对罹难者家属则是发放3万元的慰问金 此外县府将根据新的相公所承报的灾情 审核博助安全救助金 每户最高合发5口 每口2万元 欢迎政府社会处表示 已经指派社工前往医院协助 后期将协助灾民安置住宿 提供餐食以及保免的义务 期盼在各方的努力之下 协助受灾户早日恢复这趟生活 我记得着你所想不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